《新丁報道》 廠商會搞了一個節目叫《新丁報道》 今次由我吳港介紹廠商會的會員 很歡迎恆鄉CEO Desmond過來 廠商會的歷史真的很有舊 我們身為工商界我們屬於香港的四大商會之一 1920年由以前叫恆鄉棧到現在 1940年代我們叫做恆鄉酒家 到現在恆鄉老餅家 我們都真的一百年歷史 一百年歷史 跟廠商會的歷史都差不多 我們廠商會是1934年 你們反而比我們十二年還大 其實我進入廠商會 我真的不覺得廠商會已經八十幾年了 你問我還是八十幾年了 因為我進入廠商會 我已經直接接觸的就是電子商務平台 或者電子平台 有時候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例如名人飯堂 出去又試試怎樣開跑車 我說哪有其他商會是真的會做不同的活動 所以你問我 其實我真的不覺得廠商會已經八十幾歲了 我又想問你 我去廠商會有什麼吸引力你進來呢 有什麼吸引力呢 其實一開始 應該這麼說 我都是機緣巧合進來 我自己是 但是進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 每個人都 會長好 副會長好 每一個在廠商會自己的會員都好 其實都很幫忙 大家當你晚輩這樣看 這樣帶你走 又或者有一班年輕人 年輕人自己又有談又說出來 其實整個氛圍是很開心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都會 廠商會有什麼不同的活動 其實我都會參加 所以例如說 好像剛剛說的 青衛好 有時候有些不同的飯局 大家出來吃飯 大家聊聊天 其實真的非常好 你們這些年輕人 新思維可以做到這件事 是不是 其實我都是 好像進入廠商會 我自己 我最開心其實就是什麼 一開始進入去的時候 我就參加了青衛 青年委員會 跟整班創二代 或者是整班 有一些是自己本身出來創業的青年 還有一些 即是廠商會真的 本身有資歷的長輩 帶著我們去行 其實又可以啟發到我們很多思維 我想問一下 最近疫情 你知道由今年2月開始 它反反覆覆 對於你們行鄉有沒有影響 其實我覺得 影響應該對各行特別都一定有 你說對我們一定 一定有影響 但我就說 例如說 怎麼說我都是零售 少數人出街 你真的是限聚令 六點鐘後 你就要回家 這樣 六點鐘打後 其實跳街就沒有人 都是不會經過我的店 不會經過我的店 就買不到我們的東西 所以你說生意上 絕對會有影響 我就是覺得 但是 我會覺得是有危至有機 我都擺力了很多在網上市場上 可能我會製造自己的網站 又或者是 其實我有一直都和廠商會的 糧倉一直都有溝通 大家如何合作 我不要這樣說 我覺得CMA糧倉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大家互相推薦大家的產品 真的有人對你有興趣的時候 自己又會過來找你 廠商會本身都很明白到 大家現在的經營困難 那麼艱辛 是不是很需要支援 我們用了三個月時間 我們的同事在Facebook 做了一個 剛才你也說過CMA糧倉專業 免費為了會員去開拓他的網銷 希望幫到中小企 今天我們很感謝恆鄉 CEO Desmond來接受 亦都講解了他們恆鄉的歷史 希望我們日後有機會 我們帶會員參觀恆鄉老餅家 好嗎 謝謝 謝謝 謝謝